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应电动式 首先我们介绍一个大定律 叫做法拉第定律 Faraday's law 这里有一个线圈 本来没有电流 就是一个线圈 它也没有电池装在上面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 一个磁铁棒 这一端是N 这一端是S S哪个N没关系 你把这个磁铁棒摆在这个线圈的附近 不动的时候 这个线圈上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 但是当你把这个推进去 或者把这个移出来的时候 这个线圈上面产生电流 而且推进去的时候的电流 跟它移出来的时候的电流 方向相反 这是由实验发现的 然后 这个就 很有意思了 我们人都是一个最好奇的动物 就觉得奇怪 这个磁铁也没有碰到它 为什么一动这个就有电流呢 而且屡试不爽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结果 于是好多人 就在做这个实验 做这个实验 那么千千万万人在做 因为这个太简单 只要有个线圈 有个量电流的东西 还有一块磁铁就可以做 但是 只有一个人 把这个道理给想通了 因为它一定有一定 它有一定的道理嘛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那么 法拉第 经过科学家法拉第的观察 他认为 线圈上面 所以有感应电流 是因为 这个时候 磁铁棒运动的时候 线圈上面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会有这个磁通会有变化 因为它有磁场 磁场 你拉近的话 这磁场越强 退出来的话 磁场就越弱 磁场越强 磁场磁通就越大 磁场越弱 磁通就越小 磁通产生变化率 就会产生感应的电动式 感应电动式 就会产生电流 这个是法拉第发现的 然后他就研究这个 然后他就研究这个 他把它链化 链化 链化 他说 如果这个线圈有N杂 通过的这个磁通 通过的这个磁通 如果增加率是小 变小的话 这本身是负的 单位时间增加的 始终是负的 负负得正 EMF就是正 他这个正负号 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表示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因为一个线圈 他不是顺势针就是逆势针 不是顺势针就是逆势针 所以他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那现在这个正负代表电动式的方向 那我们一定要认识 正的方向是什么 负的方向是什么 好 这里有四个 四个就是我们的线圈 首先我们就看 电动式如果是这个方向 如果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这个方向 那你手指头比一比看 像比 顺的 就 近黑板面的 磁场是这样 右手 如果客户右手定则 就是 他的小指头弯曲的正好是 右手螺旋定则里头的这个 这个姿势 那这个EMF 就是正的 如果 像这个 也是近距的 可是他的EMF 跟这个方向相反 相反 那就是负的 如果电流是 如果是粗黑板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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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F是这个方向 那正好跟我们右手定则相反 那这个EMF就是负的 这里就是告诉你 这个为正 这个为负是 跟磁场 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讲到磁通 只是磁场的方向 那么 那么再来我们去看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他现在就管到磁通了 他这个EMF 就是真正的 看磁通了 如果磁场是这个方向 磁通是变小 那就磁场越来越小 这个越来越小 这是负的 负负得正 那EMF就是正的 正的什么方向 还是要比啊 正的 正的 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磁通 是粗黑板面的 粗黑板面的 那么 变小越来越小 这是负负得正 那这个EMF也是正 如果这个磁通是这个 磁场是这个方向 磁通是变大的 越来越大 那这个是正的 正乘负就是负 那EMF就是负的方向 负的方向 如果磁场原来是这个方向 但是磁通越来越小 越来越大 磁通越来越大 那么 正乘负的负 所以EMF是负的 好 这一套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要把它弄清楚 法拉第定律里面 你可以求它的EMF的大小 也可以知道EMF的方向 它都整套的告诉你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就是用这个 现在就是用这个 法拉第定律来解 所以有一个U型的 这个导线 这是一个U型的导线 它在这个区域 这个导线的区域呢 有磁场均匀的分布 这个大叉的就是磁场 进去的 进入黑白面的 那现在有一根导体棒 就是这根导体棒 在U型导线的两个背上面 两个手背上面 滑动 如果向X的方向滑动 速度是V的话 这个V漏掉 速度V 朝这个方向滑动的话 那现在要求 这个线圈里面的电动式是什么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想啊 要怎么做啊 要怎么做 就想要求电动式 我们以前讲过电动式 对不对 电动式 以前讲过一个电动式就是 有EN DOT DL 或者DS 这一个线积分 那个EN 就是等于V cross B V cross B 那个是因为 电荷在磁场里面运动 电荷在磁场B里面 以V的速度在运动 所以这个电荷所在的位置 就有这个电场 那个是由那个产生的 但是现在他没有告诉你啊 有电荷啊 那么这个电动式怎么办呢 我们就刚刚想到 我们学过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是说 如果 这个地方有一个 回路 回路 它这个面积里头 有磁通产生变化的话 就会有感应这种东西 你看 它这个 这个导体 跟两倍之间 这一个面积 会因为 这个导体的滑动 而使得它的面积变大 或者是变小 于是呢 它的磁通就会变大 或者变小 所以有磁通变化 有磁通变化 就会有电动式 所以我们把法拉第定律写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要写法拉第定律 因为有磁通变化 好 那么 你要 你首先要求这个 flux magnetic flux magnetic flux 它的定义就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讲磁场的时候讲过 磁通就是这个 所以你平常要做喜提 你才跟得上 我说 磁通就是这个 你如果都没做喜提 你今天一定忘掉 你在这里就顿在这里 为什么磁通是这个 你会这样子问 但是你有 你平常回去就有复习 有做喜提的话 你就记得住 磁通是等于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计算这个磁通 这个磁通呢 B场是这个 是固定的 那么DA呢 就是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上面 我们取一个小小的面积 基数 我可以随便画一个圈圈 叫DA 方向呢 跟B场一样 方向跟B场一样 我取这个样子 好 然后呢 带到这里头去 带到这里头去 因为B跟DA 同方向 所以 这个式子就变成BDA B场是个 定值 均匀分布 所以拿出来 DA的积分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 这整个的 这个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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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积就是 这个宽度 乘上这个厚度 W X 5 5 等于这个 好 然后我们就 N等于1 一圈 那就是一闸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好 那么 就得EMF等于负的 N就是1了 5就是这个 尾分 BW是常数拿出来 然后X DX DX over DT 就是速度 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速度 好 这里有个负号 注意啊 有个负号 那这个结果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电动式的大小 是B乘W乘V B乘W乘V 负号是讲什么 负号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它是负的方向 负的方向 你要怎么比啊 先看磁场 对不对 磁场是进去的 这样右手定则 顺理成长是正的 如果是负的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方向 会不会比啊 你还会比啊 那会比啊 好 电动式的大小这个 这里已经上头 我跟你讲 刚刚跟你讲过 好 现在看另外一种的电动式 叫做动升电动式 叫做Motional Electromotive Force Motional Electromotive Force 假定这个区域有磁场 均匀的分布 这是个导体 它在磁场里面 以V的速度 朝这边运动 以V的速度朝这边运动 好 那么我们就看 导体里头不是有好多的带电体吗 对不对 每一个带电体都有一定的电量 每一个带电体都有一定的电量 一定的电量 好 那么带电体运动 然后 就会产生QV cross B 那V cross B呢 就是等效电场 好 我们上次讲过 V cross B V 你们的V朝哪个方向 这个方向 V cross B V cross B 这是1N的方向 1N的方向 好 里头 因为这个是非静电场 既然有1N 它就会把这里头的正电荷 从B端就推到A端去了 推到A端它就没地方走了 就堆积在A端 那么负电就集中在这里头 于是这两端呢 就会产生 就堆积正电和负电了 那当然会产生所谓的静电场 当静电场的 当这个电荷堆积到一定的程度 静电场的大小 跟非静电场的大小 一样 方向相反 静电场是从正到负 那这里头就不再有 电荷的堆积 于是这边就会 老是有正电荷 这边有负电荷 不过我们就在看 反正就是 你这个导体 在运动 它就有带电体 以V的速度在运动 那V cross B 那就会在这个里头呢 产生 等效电场 这是非静电场 非静电场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用以前的定义 EMF 是等于非静电场的线积分 E dot ds 从 低电压这一段到高电压 因为负的在这边 正在这边 所以低电压到负电压七分 是以前我们讲电动式的时候讲过 那EM呢 就是V cross B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动声电动式就是用这一套 动声电动式 看这个比较清楚 就是V cross B dot ds 他的方向 他的方向 跟法拉第 的方向 定他的方向 方法不一样 法拉第他是定EMF的方向呢 是由正跟负来 来定 但是动声电动式呢 他的方向 就是由EN来决定 他的电动式的方向 就是EN的方向 OK 好 现在我们 把刚刚讲过的这个例子 我们用动声电动式的概念 再来做一遍 就是这个U型导线 上面有一个导体在 导体棒在滑动 那么我们刚刚说 这个线圈上面就会有感应电动式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动声电动式的观点来看 他这个电动式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发现 这U型的导体 没有在动 只有这个导体在 磁掌中运动 所以只有这个导体会产生EN 我们用动声电动式 动声电动式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求EN EN等于V cros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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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方向是朝Y的方向 这是X走的话 这是Y的方向 大小就是V乘B 因为我们画的这个 B乘跟V是垂直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取DS 在这个上面 取一段位移 DY是同方向 DY是同方向 跟Y同方向 它的大小就是DY 因为它是在Y的方向上面 长度就是DY 然后把这个 带到A式里面去 EMF EMF就等于V VB 把这个EN DOT DS 你看这两个DOT DOT 就等于VBDY VBDY Y unit vector 跟Y unit vector 都等于E 对不对 那么这就等于VBW VBW VBW 电动式的方向 你看 它现在电动式是这个 大小你看 跟我们前面求出来的一样 跟法拉利求出来一样 但是它没有正负号 它不是看什么逆时针 顺势 这个方向在哪里 就是EN的方向 就是EN的方向 EN是Y方向 对不对 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回路的电动式 只产生在这里 这里 它不主动产生电动式 这也不主动产生 这个也不主动产生 这个也不主动产生 就是说这个 这三段的凹体里面 它不会有电动式 电动式完全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 弗拉第开始说 这一个回路里面 今天有一个电动式是这么大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电动式应该在哪里 在这一段 这一段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种方法 来计算感应电动式 一个是法拉第定律 一个是动生电动式 法拉第定律它是说 如果磁通改变会产生电动式 磁通改变就是磁场改变 动生电动式是说 如果有导体在运动会产生电动式 所以以后我们就要用哪一种方法来求电动式 就看 如果这个产生电动式的原因 是磁场产生变动 而产生电动式 我们就用法拉第定律 如果是因为导体 在磁场中运动 而产生电动式 那我们就用 动生电动式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个半径为R的一个金属的圆盘 金属圆盘 它绕了一个轴在旋转 以Omega的角速度在旋转 这个轴也是金属做的 也是金属做的 那么这个空间呢 有均匀 而且是定制的磁场 就是说这个 这个盘面都有磁场 大小呢都一样大 方向也一样 就这个 轴跟轮子的边缘之间 产生的电位差 轴跟这个边缘产生的电位差 好那现在我们来解吧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求电位差 要由电场来求 对不对 电场的限积分 从A点到B点 就是VA-VB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 要求这两点的电位差 就是看这两点当中的电场 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从哪里来呢 它又没有这个静电荷的堆积 所以这个电场是属于非静电场 那非静电荷 非静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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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有EN 这个EN 我们可以从 这一段 这条线上的电动式 是 那等于EN 到的DS 来做 来求 来求 OK 那这个电荷的堆积 那这个电荷的堆积呢 一定有个电场把它推过来 对不对 那一定有什么力量把它推过来 那就是电动式 所以电动式就是用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 就要来看一看 在这一段导线 如果要算它的电动式的话 我们必须先求它的EN 然后取DS EN我们知道 EN是V cross B V是这个方向 B是这个方向 那你比一下就知道 比一下就知道 那这个V朝上 对不对 V朝上 B朝朝这里 V cross B 什么方向 负R的方向 负R的方向 看看 V cross B 这样子 R的方向 我这个是R的方向 你们也比比看 V cross B R的方向 那就等VB乘上R V呢 任何一点的速度 是等于它的半径 就是R 乘上Om EN是等于这个 我们再取 它的DS DS 就是DR的方向 它跟这个 同方向 OK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EN 倒到DS DS是等于这个 就变成这个式子 这就7RDR 这个BW等它出来 所以这1分之1 我们也得比R平方 这个端电压 那 因为 它这个 没有回路 如果你真的接一条电线 这样子过来 那电流会这样子流 现在没有 所以它的电流 就 电流就堆积在这两段 于是它就有个端电压 端电压就是VA A 物业币就等于什么 等于EMF EMF OK 那就等于2分之1 段路的端电压 就是EMF的大小 所以它就是 因为刚刚EN是朝这一边 所以正电压堆积在这里 副电压堆积在这里 所以VAB 是这边高 这边低 就等于这么大小 上一堂课 介绍了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就是说 经过一个 线圈的磁通 或者叫磁通量 另外 如果随着时间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线圈 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另外 还有一种感应电动式 就是导体 在磁场中运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导体内呢 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这两种 那么我们现在 重新看这个立体 因为上一次那个图 画的不太清楚 我们这一次 重新再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立体8-4 一个长方形导体线圈 它的边长 是A跟B 它放在一个 有均匀磁场 的区域 但是这个均匀磁场呢 它均匀是指 它每一部分的磁场 在某一个时刻 都是同一个大小 同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磁场呢 它是随着时间改变的 B长是在B0乘3Ωt 所以磁场 与线圈面积相当 磁场是这个 面积相当是这个 它有个夹角是θ 就是说 这个磁场啊 跟线圈的垂直方向 夹了θ角 永远夹θ角 这个应该是θ B0 sinθ OK 这个是Omega t 这是它本身在随时间改变 那现在 B0 这个B0 跟Omega 它绕 绕着Z轴旋转的 就是这个Omega Omega 都是一个常数 等角速 Omega是常数 求线圈上面的感应电动式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抓到这个要领 如果要求感应电动式呢 因为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法拉第定律 一个是动身电动式 法拉第定律用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 磁通改变 那就是磁场随时间改变 而导体 没有动 那么这一题就是这样子 导体没有动 磁场随时间改变 那么动身电动式呢 就是说磁场 是个常数 它不随时间改变 但是 它在运动 它在运动 那这一题呢 当然我们用的是法拉第定律 因为导体没有动 只有磁场改变 因此我们解的时候 你要说明 由于这个系统导体线圈 没有运动 而磁场随时间变化 所以我们要用法拉第定律 计算电动式 你们做习题啊 这句话要写上去 你们复习的时候才知道 我要这样子考虑 你如果考试的时候把这个写上去 人家就知道 你为什么要选法拉第定律来做 OK 这句话讲完了 那法拉第定律写出来 Epsilon 电动式等于-n d phi over dt n就是这个线圈的 扎数 有多少扎 phi就是magnetic flux OK 现在要用这个式子 n是等于一扎了 phi是等于什么呢 磁通是什么呢 那我们把磁通的定义写出来 磁通是等于磁场到da 就是磁通的基数 积分 对这个面积来积分 这个积分 我们知道b场 ba的方向就是跟a一样 所以呢 两个dot以后就等于b乘a乘 乘 就是b 乘da 乘cosθ 那bcosθ可以提出来 七分da 存量就等于大a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b场带进来 b场是b0 sin omega t 所以这个flux是这个 然后再把flux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么a呢 就是代表面积大小 就是这边的边长 乘上这边的边长 n等于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得 因为它要为分 对时间为分 就是这个 这三项 对时间来说都是长寿 只有这个跟时间有关 所以微分之微分它就好了 它微分结果是等于 o mi ga coso mi ga t 所以这个感应电动式就是这个方向 但是它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呢 那要看这个值 因为它随时在转嘛 那coso mi ga t如果是正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个时候 它就是负的 negative things 如果coso mi ga t是等于正的话 那么负的话 负负的正 那么这个ipsal 它就是positive positive things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题目 跟上一题啊 很类似 但是它这个时候呢 是导体线圈 以o mi ga的角速度绕轴旋转 去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把这个 这个图怎么没有出来 图在这里 这个还是刚刚那个线圈 OK 刚刚那个线圈 它绕着这个 o mi ga的角速度在旋转 线圈在转嘛 线圈在转嘛 但是B长的是一个定值 磁场是定值 磁场是定值 磁场不随时间改变 这个时候要求这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选 因为 线圈在动 导体线圈在动 磁场为常数 所以我们就用动声电动式 这一组就是动声电动式 动声电动式 那么动声电动式 导体在磁场中运动 导体里头呢 会产生非静电场 那么这个非静电场 就是等于V cross B 你直接把这个V cross B 带到这个里头去 写成一个式子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这四个边 有四个边 四个边呢 它的EN 跟DS的情况 不是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一个边一个边来看 首先我们就看PQ边 PQ边 我们现在要带这个式子 还有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选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 你看 1N是朝什么方向 这个是这一段的速度 因为它是绕这个轴旋转 所以它这个速度呢 是跟这个轴垂直的 我们用右手定在垂直的 那么这个方向就跟A的方向相反 跟面积向量的方向相反 这两个是平行的 看到没有 B长跟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因此V跟B之间呢 它的夹角就是π-ω 因为你把这个延长过去 这就是V V跟A 这个 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V跟A之间的夹角是π 所以这个就是π-ωt π-ωt 那就是V 那就是V 乘B 乘上sin π-ωt 是1N 1N 那么sin π-ωt 就是sin ωt 因此1N的直就是这个 方向呢 它是Z的方向 你看V 比一比 它就是朝Z的方向 通常我们是把 转动的方向 当作是Z轴的方向 OK 好 Z是ω的方向 然后这里头的V 这个V等于什么呢 你看这个V 是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切线速度 它就是等于Rω R乘ω 这个R是多大呢 就是B的一半 二分之Bω 所以 这个是1N 再看V呢 V的方向 这个V的方向 这里说明V的方向 就是跟A的方向的相反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转动嘛 这个切线方向就是 跟这个方向相反 OK 好 然后我们看Rs边 PQ Rs边 Rs就是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一边 PQ Rs Rs OK 好 这一边呢 跟这边是 情况是一样的 不过它的V是朝这一边 这个V朝这边 这个V就朝这边 所以 这个V跟B 之间的夹角是 Omega T Omega T 所以呢 它是等于 V Cross B B在这里 这个方向 V cross B 什么方向 Fu Z的方向 角度是 Omega T V呢 也是用2分之B Omega 带进去 所以 这里 这里就说 这个V呢 是跟A的方向相同 OK 好 然后 QR 跟SP 这是Rs 这一边 跟这一边 这两边呢 我们就看 这两边 这两边的话呢 因为它旋转的这个速度啊 跟这个都是平行的 不过大小不一样 这个速度啊 这是半径啊 越靠近 半径越大的地方速度越大 这个再来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V呢 跟B的方向 始终是夹 Omega T 所以 En还是这个方向 不过它比在 这个地方的要小 比这个地方的要小 OK En 好 那么我们 Ds Ds就是 这个积分路径啊 这个En 跟这个En 都是朝这个路径 还有这边的En 也是朝这个路径 也是朝这个方向 啊 它的路径是垂直的 所以 Dot以后等于0 E dot Ds等于0 好 把这个结果带到这个 电动室里头去 因为这个等于0 因为这个等于0啊 所以啊 所以在这个 这条路是0 这条路呢 En就是这个方向 跟这边是一样的 这边方向 好 所以你看 这边是这样子 这里呢 电场是这样的方向 但是都是跟Ds垂直 好 这边也是一样啊 左边是朝这个方向 右边是朝这个方向 啊 啊 那么 我们就说 好 全部的线圈 En 做一个closed path integral 那它从P到Q 几一次 线积分 然后Q到R几一次 然后R R到S几一次 然后呢 S到P几一次 那我们知道 这个 跟这个 因为 En 跟Ds 都是垂直的 就是这个 这两边 所以这个是0啊 这两边呢 因为En 都是跟Ds平行 这个En 跟这个Ds平行 这个En朝这里 它Ds也朝这里 所以呢 它是 也是平行 所以它是两倍的这么大 大小就是 把这个B V 两倍的 En是这个 再乘上Ds呢 就是S 就是A了 长度就是A 然后把V 用二分之B Omega 带进去 就是这个字 然后把A乘B 当做是 线圈的面积 所以 这个线圈 它的 电动势 就是这么大 如果这个线圈 不是一扎 它是一条线 绕了N次的话呢 那么它的电动势 是这么大 这么大 好 这里头你要认识它 每一个像是什么 这是绕 电线的扎数 这是线圈的面积大小 这个是磁场 磁场 磁场是固定的 OK Omega就是说 这个线圈 在绕这个轴旋转的时候 角速度是Omega 所以啊 这个式子 你认清楚以后 我们 因为这些都是常数了 就把它写到这里 这常数是什么呢 就是当 3Omega t等于1的时候 最大值的时候 电动势的值 就是这个值 那么 因此这个就叫做 Maxima emf 最大的电动势 最大点 这个式子要记一下 这个式子要记一下 然后这个A呢 是面积 我们用的是长方形 线圈A乘B 很容易算出来 如果你这个线圈呢 不一定是长方形 任意形状的话呢 那么这个线圈的面积啊 还是那个线圈的面积 还是面积 所以它跟什么面积的形状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A为线圈的面积 适用于任何形状的线圈 我看了 就是那边 我看了 我们叫你 都还可以